风云聚起 暗藏玄机 向往自由之心与守护生灵之责 又该如何取舍 一场童话盛宴 一次冒险之旅 一念之间 天地倾覆 正邪之争即将展开 10月20日 电视剧《玉交际之与君相识》 发布先导预告片 古装男神任嘉伦的演技是没得说 迪雷热巴在《三生三世》中的演技 也是可圈可点 单看今日发布的先导预告片 女主一脸九套服饰 浅色和深色搭配 加之精良的特效制作 就知道这部剧一定是极具美感 自从开机以来 就备受关注的一部电视剧 从导演到演员 无一不让人充满了期待 据悉该剧是根据小说《玉交际》 改编的古装神话剧 讲述的是《玉灵师纪云和》 和焦人常义冲破身份束缚 历经千难万险冲城眷属 携手守护苍生的故事 万化古中最强《玉灵师纪云和》 遇上了绝美单纯的焦人少年常义 两人从相识到互生情愫 从天敌逐渐成为恋人 但来自多方势力的阻挠 让两人情路坎坷 甚至不得不互相伤害 天各一方 他们能否跨越种种难关 相依相守 在最新发布的海报中 迪丽热巴身穿浅蓝色古代服饰 半跪在岸边 而任嘉伦则身穿一身素衣泡在水中 隐约还能看见她在水下的人鱼尾巴 迪丽热巴宠溺地望着任嘉伦 还伸出手摸了摸她的头 两人之间的互动不要太甜 而此前在宣传这部剧时 迪丽热巴也在现场上演了 经典摸头杀场面 两人之间的化学反应还是不错的 预告中 两人还上演了吻戏 简直是甜度爆炸 在最新发布的单人海报中 迪丽热巴身穿黑衣 头戴银色发饰 虽然有着美艳的外表 但仍然英气十足 又美又撒 任嘉伦依旧是身穿一身白衣 似翩翩公子般温润如玉 不得不说 任嘉伦还是非常适合拍古装剧的 她整个人都散发着一种古典的气质 欲娇忌之 与君初相识 是一部由朱瑞宾指导 由迪丽热巴和任嘉伦领衔主演的古装神话电视剧 该剧改编自九路飞香的小说《御娇妓》 讲述的是一位御灵师和一位娇人度过重重困难 最后终成眷属的故事 迪丽热巴在剧中饰演御灵师纪云和 在万花股中她是最厉害的御灵师 此前迪丽热巴在《古剑奇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古装剧中的表现 也给许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今年的热播剧《你是我的荣耀》中 她也凭借超高的颜值和演技 获得了很多观众认可 而任嘉伦在剧中饰演的是娇人贵族常义 任嘉伦作为古装剧中的常驻嘉宾 她任嘉伦是有演技的 古装男神的扛把子 她饰演过许多古代角色都深受观众喜爱 从她的第一部电视剧《通天敌人节》中饰演外表潇洒不羁 内里率真狭义的一代神判敌人节 到《天机之白蛇传说》中 刚正波的钥匙公公尚许轩 再到《大唐荣耀》中 心怀天下谋略有度的乱世骄子促亡理处 锦衣之下爱憎分明的陆毅 到前段时间热播的周生如故 虽然不是科班出身的她 但她得认真细致地从一个演员的角度出发 硕身处地地去揣摩人物的内心 以及所属情境中的表现行为 不得不说她的演技还是很不错的 希望在这部电视剧中尽早和大家见面 看完片花 小编对这部剧的期待被拉得满满的 短短一分半的片花里全是亮点 太吸睛了 第一 主演CP感满分 任嘉伦这张脸 感觉跟谁好像都挺搭 和迪丽热巴搭档 似乎并没有什么违和感 这两人的脸都属于很精致的小脸 又漂亮又养眼 迪丽热巴所饰演的御灵师 既云和 既有灵气又有霸气 任嘉伦饰演的大尾巴鱼长翼 前妻呆萌可爱 后面又霸气沉稳 看这两张漂亮的颜值凑在一起 是不是非常令人期待了呢 悄悄啰嗦一句 推测一下这个剧情 应该就在开篇不远的时候 这里的长意应该只是被捕获之初 两人之间的感情还是不非常明朗的时候 看到这幕亲吻的片段 田儿只想说 CP感满分 期待着大尾巴鱼和 季云和的表演 第二 故事曲折 《玉交记》之与君初相识 是改编自《九路飞香》的原著小说《玉交记》 原著分为《上下两册》 《与君初相识》和《四世故人归》 原本看到电视剧名字的时候 以为只拍了上半本 但是看完片花才知道 上下两本是全拍了的 大家都知道 本剧的导演是陈情令的导演朱瑞斌 主导的习惯 一是尽量还原树位的名场面 二是注重电视剧的品质 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趁着还在等剧的空档 去看一看原著小说 很多人看完了觉得有点虐 但田儿觉得还好 甜蜜又浪漫 是个非常好看的故事 整个故事其实都算是甜虐相交着的 只是前半段长矣是大尾巴鱼 季云和是御林诗 后半段两人的身份 重新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长矣筹了守护北京的霸气之主 而季云和退化成半妖半人 正好和长矣相配成一对 季云和一直是一个 内心向往自由的人 一开始为了还长矣自由 想尽办法逼他离开自己 回到大海里 后来为了让自己自由 想办法逃离 在整部剧里有两处高潮 一个是季云和和长矣的生理 季云和为了给长矣自由捅他一刀 一次是季云和和长矣的死别 季云和蜕变的那次 这两处虽然会收割一大波眼泪 但是也将故事推向高潮 是本剧的一大亮点值得期待 第三任嘉伦又有突破 这部电视剧里任嘉伦所饰演的焦人王子 一直是大家心里最惦记的 书里的描述 前期焦人王子的造型还是挺让人垂涎的 这对一向比较保守的任嘉伦而言 无疑是一次挑战 长矣从水里被抓的片段十足吸睛 运动员出身的他虽然胃细减重 看上去轻盈感实路 却仍旧肌肉感满满 在焦人爆发的一瞬间 力量感满分 相信看到这一幕的观众 跟甜儿是一样的感觉 任嘉伦这样的身材 真的是脱衣有肉 穿衣显瘦 看他其他时候那副虚弱的模样 谁能想到他会是这样力量感十足的肌肉男 短短一分半的片花 给了大家太多的惊喜和期待 演员CP感十足 演技和颜值都很值得期待 特效和浮化道也让人满心期许 相信御妖剧之羽君出香时 必定会是下一步暴剧 御妖剧之羽君出香时 将于明年在某视频平台播出 期待两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相信他们不会辜负观众的期待 在某视频平台播出